這一次還有一百相當有太強烈的圍奏 但現場主持有創意以及設計感的創作領域 不說觀眾可能太不夠 這裡真挑創 還有豐富設計感的圍奏 就是出自於南島國中美術班的學生所謂的 其中道館的太強烈 以及設斷的圍奏 學前來參觀的名獎 都很強烈 所有學生同學 在創作和學習上面 有相當豐富的基礎教育以外 也有讓他們相當多的自主性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次的展出裡面 我們發覺南島國中裡面 這樣的一些美術班的學生裡面 他們都相當有他們自己的 這樣的一個創意的精神 在他們的創作作品裡面 在老師和學生的共同努力之下 探討國中美術班的學習成果 在到家中和民眾的困難 不管是下心、設計、掃描釘釘的圍奏 學生真正的創作 也透過這些作品展現出來 對付文化局長優秀中 也要請南北鄉親 可以來到文化中心 讓這些學生作品來支持鼓勵 那在老師這樣的一個 細心的指導之下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次的展出裡面 可以看得出 他們在整體的一個水平上 是具有相當的一個水準 這次在我們 先政府文化局的玉山展覽室裡面 辦理這樣的一個畢業成果展 我們可以感受到 我們南東國中裡面 所有老師的用心 還有學生他們的一個努力 都可以在這個整個成果裡面 能夠呈現出來 由南北鄉美術班 所基盤的比較新古典 為現在開始在南北鄉文化中心 電視到16號 其中電視的作品 微妙重現後 學生創作功力 跟豐富的創意 相當好看 鄉親不逢 全面感受一下 現在少年學生的創作世界 記者見分寸 蔡鳳報道